我想问问您 日用品这段 最后离职的原因是总公司 关键 撤电 撤电 你干这两年怎么样 业绩基本上属于本皮 然后那个 就是没赚什么钱 赔了吗 赔了装修的钱 不是外面去工作 是等于又创了一个公司 然后类似于加盟这种性质 是这意思吗 这个就是我选的店铺 它是一个二层楼的商铺 大概是两百多平 这个就是店铺装修完毕了 货品都已经摆上了 然后这个是我们 开业时候的一个照片 最后没再做下去的原因 是因为他 他收电了 然后就都撤了 咱来说说最后这段经历 你是到驾校当副总经理 但实际上这是个 亲戚开的学校 对 亲戚开的 为什么让你邀请你过去 因为当时是 这个也完事了 然后我就付贤在家了 然后说那就上我这来吧 给贤上 正好然后就去那帮忙了 刚去到那个驾校的时候 就是主要给员工做一些培训 然后也会有涉及到一些拓展类的 就是比较基础的拓展类 然后其实一点一点做 然后最后做到这个副总的 那您最后离职的原因 写的是个人原因 您的这个个人原因是什么 离职是因为我爱人 他前一阵血糖搞 为了让他休养一段时间 我也是想好好地陪陪他 然后待了这个 大概的有三个多月时间吧 我也发现了 我这个好像闲不住 然后他的身体状态呢 我觉得现在也挺好的 然后他也同意说 对 你要是愿意干的话 那你就出去再干一段时间吧 就觉得这个年纪太年轻了 我觉得我这个人真的是 你说梦想吧 就觉得好像有点大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一辈子 包括我给员工做培训的时候 我也说 我说我们这一辈子 不一定能创造多大价值 但是一定在我老年的时候 有所回忆 这个人生才有价值 有意义 我还是想把你 拉回到现实当中来 因为像我们这个年龄 长两年龄差不多 我比一小一岁 但是其实对家的眷恋 是每一个女生 还是很向往的 你在长春也能找到工作 但今天来到 非你莫属的舞台 因为你的一乡单位 写了斯凯勒 那你可能真的是 要离开家工作 这件事情 你考虑清楚了没有 这个事我特意 跟我老公商定了一下 然后我说 那我现在出去找工作了 然后不一定在哪个城市 我原本以为他不会同意 因为我老公 也是一个比较练家的人 然后他说 你在哪儿 家就在哪儿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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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